我们面部再简单说说这个下表 这个人中以下呢 为什么叫人中呢 这个是正中间 我们说这个头 它都不算正中间 身体更不算了 但是它从气血 从经脉的角度 也是有一说的 这个人中以上呢 你看包括耳朵 鼻子 眉毛眼睛 开翘 什么叫翘 有孔的地方 都是两个 那人中以下呢 像嘴 肚脐 包括下音 这个两边 它都是一个翘 这个人中是个终点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说法 尤其中医方面 我们可以多了解到 这个嘴巴 说完了 就往里面说一说 首先嘴巴 这个跟眉毛 你看为什么一个黑一个 一个红呢 那就是水火鸡鸡 下面 是水 上面是虎 但是颜色它反过来 就是 它阴阳要调和 这个人生气化 它这个就是 嗯 就是要循环的 所以说 下面 要阳一点 上面 要阴一点 同时呢 它又是对应的 头一个 对吧 代表阳 脚两个代表阴 所以天地 包括水浒 在天地之间的东西 它要循环的 天地要靠这些 要转的 嗯 牙齿 我这个 抽烟抽的 这个 这个牙呢 首先肯定是要摆 是吧 嗯 然后 嗯 不摆 你就刷一刷 竖一竖口 我来人 它是 很少刷牙的 有的时候没有条件 其实 嗯 也有牙刷 但是就是 就是 它 过度的那个 它会 对牙齐啊等等 就造成不太好 这个 这个牙 嗯 这是 代表父母 那你这个 不齐的时候 那有缝 这个就 缘分比较薄 啊 一高 一个低 啊 就也要出现问题 中国都讲对称 嗯 眼睛一高一低 也是 眉毛 都是 父母 要么离异 要么 这关系非常合 缘分 跟某一方很薄 然后 二十八克牙 就是普通人 然后这个人成年之后 长三十二颗 就厚四颗 至尺 现在人很多都要拔 啊 什么都不懂 其实人人体它什么都是有用的 现在科学证明这个 呃这个 呃 呃 扁导体 蓝尾 都是有用的 你切了就没有了 虽然说从中 但是从中医上 呃 从这个这个玄学 他用那个克里安相机啊 就是拍照 他还是能照出来 呃 你很奇怪 你那个器官没了 他还有那个形 气还在 但是也是要大存元气 所以你要 要多少年 甚至一辈子 不一定能完全修复 只是他带着你来走 啊 那个牙 呃 三十二颗 呵 还有说三十六颗 三十八 这个这个 什么 最多的是帝王命 是吧 然后就是宰相 然后就是 嗯 就是 嗯 复贵者 这二十八就普通人 所以说你拔了 你就普通人了 呵呵 那你要愿意当他 没办法 啊 甘心就好 这个牙呢 其实这个 呃 你现在我就 呵呵 有点抱怨 呃 这个 呃 也代表一个一个 呃 就是说 对世间 太 贪恋 就各方面 这个这个 预念太深 太执着 也是不好 但是他精力旺盛 这是他好的方面 然后下一节我们再继续 啊 相关的 人的虎牙有四个 啊 说明你 少吃肉 其他都多吃 你 都 你